那今天总统他成立了这个 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那您是顾问 就你在这个委员当中 扮演什么角色 我先请教总长好不好 就您是总统亲自跟你邀请的 还是怎么样 这可不可以跟 内政部邀请 内政部邀请 内政部 所以是 那个刘世芳部长邀请 那他是请您做什么 他说要来做个顾问嘛 我说OK啊 顾问嘛 顾问反正是 不顾不问嘛 要顾要问吧 那你那一次开会 你没去对不对 我没去啊 为什么 第一个 第二我是退休的人 我是退休的人 讲话可以 那开会办事的 不是我的事 对不对 他里面有很多细节 什么那个很多 比方说那个 到时候怎么样保持 粮食供给 能源供应 电讯不中断 很多细节 跟我不不是我的事 我是 我是说这个 比方说像这个台风架 我就想到说 跟这个全面防卫有关系 对不对 我也讲讲话 你一个台风架的那个文章 那个新闻录出比整个 真心委会开会还多 对 果然是顾问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不是 这个韧性啊 韧性其实它有些东西也是 今天要讲三话功 也是 也不是到处宣扬 对不对 那说我怎么样培养我的韧性 你也不要到处宣扬 对不对 那 不过 不过这个 我现在说那个反对长 对这个很好奇 急于想知道干什么 然后开始就诽谤了 什么这个 就是 民防四十万 对 说什么民兵四十万 不是 他的名字叫可视名利 这个我没有听过 靠得住的民间的力量 叫可视名利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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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拿枪刀地先上阵那种不是 对 起码可视名利是说 认同我们国家主权的 然后 要保卫台湾的 加强日性的 这些就可以依靠的名利 可视名利 你四十万甚至找不出来 他们现在就扭曲了 你这四十万 你给我 黑熊学院给我召集四千人看看 哪是哪 就是 这是胡扯 这 可视名利 就是你平常也要了解 哪些人是有国家观念 认同本土 认同台湾的 到时候可以靠得住的 对不对 很多是靠不住的 你很有趣 这也是那个 为什么伊朗啊 什么哈马斯啊 哈斯伯拉 这个政治部长被打这么惨 因为伊朗 组织二十个那个 就是 专门去 去刺探 以色列情报台 就二十个人 全部是以色列的间谍 真的啊 对 所以 靠不住 靠不住 所以他没有找可视名利 所以很有趣 所以台湾 他在中国这么渗透之下 是 可视名利 傅崑奇绝对靠不住 马文君觉得靠不住 可视名利 就是 靠得住的名利 大家这个集合起来 这样 就是会坚持保卫国家 抵抗入侵者的 这样子的国人 对 就是事实外 其实董事长讲这个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因为我以前跟四叉猫 也有常在直播一个礼拜一次 那有一次谈到这个话题 大概两三年前了吧 四叉猫当然知道 现在很红 他就说 只要打仗了 我一定马上投降了 后来这个节目结束中 我们一起吃便 对 因为他其实 因为他网红嘛 他有时候讲话就是也很直接 我们在吃便当中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我说这个 说你以前当兵是做什么的 他说他是工兵 所以他会 他会那个 直接造桥 如果桥被炸断了以后 他可以操作 然后很快的工兵 可以把一个桥搭出来 我说你很有用啊 对啊 我说战争下一秒 我就是说我们现在 跟董事长在录影嘛 突然外面碰了一下以后 真的打过来了 飞弹真的打过来 就各种状况不管了 那我们下一秒钟做什么 这就是我在讲的 可能就是这个 四十万的可用 可适的名利 这个你先上会 可以用学院上课 他里面有讲他做什么 他就叫这个 他就叫这个 通通打过来我们才怎么办 对 你要干什么 你要去 你要先在那里避难 你要怎么接受 这个资源调度指挥 你要怎么出力 对不对 你要怎么存活 对 这都很重要 对 就黑洋学院就做这个 所以黑洋学院里面 女学院比男学院积极 很多小孩的妈妈来 要让他还能存活下来 对 所以这个让很多人 这个蓝营就抹黑 很喜欢说你是搞民兵 什么什么义和团 很差劲 就是训练 这个大家 真的碰一个打过来 我们怎么办 对 你地震啊什么 你都有防复嘛 真的飞弹来的话 你 你要 how to survive 对 如果存活下来 对 你打不死你就赢了 他啪弄弄很多蓝 倒不死 倒不死 他一直不好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任性委员里面 也有黑熊学院的这个 对 被批评 就 这个倒是我想要问一下董事长 黑熊学院 您跟黑熊学院有什么关系 还是 钱都是我出的 都是你出的 对 那你有 那沈柏阳呢 沈柏阳是 他是 一个经营团队嘛 对 经营团队在经营 没有办法认识是不是 沈柏阳 对 没办法认识啊 因为我回来 我说要抗共保台 要拿一支美金 他在找我 所以你有 黑熊学院有很多经费是你 对 这个可以跟大家讲到对 都是我出的 那他当不分区委员 是你推荐的吗 不是 不是喔 因为外面有传言 我就直接问你 我跟沈柏阳一样 我其实不是涉入政治的 但你认同黑熊学院在做的事情 对 我支持他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对不对 那万一这个老公打来 不能搭他框成一团 不知道怎么办 搭他挤成一团 踩死人 这不是太不笑话 对不对 搭他往一个地方挤 踩死人 这个是黑熊学院在做的嘛 所以大家 就是 应该每个都去上完课 讲到这个 备战 因为赖双总统常常讲 备战才能够避战嘛 你就准备得很好了 你也不惊不慌 对 然后弹药也充足 但是我们不侵略别人 但你要打来后我会反抗 对啊 就让你就刺位嘛 那可是 我们台湾就不是以色列啊 以色列好像 你看像那个Galegato 有没有 他也回去当女兵 对不对 像你这样子你也要去啦 那就是 都有团结对外 但以色列最近的一些事情 也有人觉得他太强悍 但是至少他的国家 也是很强烈的 可是董事长 我们台湾 我眼睛所见并不是啦 就有一大群人认为说 你搞什么抵抗 就不要抵抗就好了 对啊 你知道这个 其实 俄乌战争 其实已经打了超过十年了 从2014年 对2014的克里米亚那时候开始 克里米亚开始 开始那么美国的训练 乌克兰多特种部队 用新的这些战法 所以打了十年了 那么在这个 克里米亚之前 这个2013年那个冬天 不是有个电影叫做 Winter on Fire 就讲说他那时候 那时候的总统 本来是说要带他加入欧盟 本来是说要带他加入欧盟 就叫那个叫什么 雅努科威奇好像 结果后来发起他是轻恶的 后来大家起来 叫他下台嘛 所以在这个 在那个基辅就是 在一个广场上 一个广场革命 也死了不少人 后来那个人下台跑了 跑回苏联嘛 你看看那时候啊 他里面这个 清欧清苏的是严重分裂的 可是后来 这个 俄国一进兵 他慢慢慢慢就团结起来 那么 你清俄的 你赶快离开嘛 那清乌的大家团结 就是这个 这个国家意识就是 有时候要经过一些冲击 打击 凝聚起来 所以我相信台湾 台湾那个 台湾其实我认为 内部凝聚率会很高的 只是呢 只是一个 多年的渗透宣传 大外宣 很多人被洗脑 被洗脑说 哎呀 年轻人说 老公来没差嘛 人家过日子 对 都这样 这个想法对不对 当然不对啊 你看香港 香港回归了以后 你看 自由度一直一直一直被萎缩 现在香港没有自由啦 没有自由啦 言论出版 集会决设 示威决计 通通没有啦 那董事长 我这不是挑战的 就是说我把这个 反对意见也拿来 这个询问你啊 那有人讲说 是啊可能比较不自由 但是少不会没命啊 就是对不对 干嘛打仗呢 对不对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们就放弃吧 这点有个问题 你今天你不打仗 对不对 我刚刚讲过嘛 老公拿台湾来 是要跟美国打仗的 他不是停在这里的 就是不跟解放军打 这样就跟美军打 对 你要选边 现在不是说你想逼战 你要选来跟谁战一起战 就跟日本跟德国打 是不是 到时候联军就来了 对 你想说我的B战B战 你想安居乐也不可能 他那个 你看他那个做法 对不对 完全不遵守国际法 你中共没有一天 一分一秒 管过台湾一寸土地 是 你怎么说这是你的领土呢 这完全违法国际法 不讲理的 他不是现代人 OK 所以你看 你现在不是现代人统治 你日子 你想 恢复像我们现在 自由自在生活 你太妄想了 你如果这样想 将来后悔来不及 对啊 那这个 现在这个 像这个疫情就知道嘛 我们疫情过得很自由啊 在中共全没关起来 香港人被关在家里62天 老乱很多都吓跑了 所以 中共来你绝对不是说 跟现在一样日子过 很蠢 没有自由了啦 没蠢 而且你不知道 他那个会搞什么 他搞运动啊 以前那个 中共来很厉害的 他都说 好我现在要消灭台独 说谁是台独啊 不管 你给我找出十分之一的态度 给我干掉 大家就开始内斗了 互相检举啊 就开始 那个 卑躬摄影 每天那个 那个日子就不能过了 他就这样搞你啊 以前他们就是这样 反右 多少右派 你看 起码百分之二 后来搞了 有的搞了百分之二十 说太多了 少一点 你知道 他在用这种 可以戴帽子 随便给你那个 那个 杀人 很可怕 你想想看嘛 在中共 做了外交部长 国防部长 说消失就消失 他对这种人都不尊重 他对你老百姓会尊重 对不对 叫你消失就消失 你那种日子你能过吗 你每天被公舍影啊 你讲句话怕别人邻居来检举你啊 对不对 你过那种日子 好 董事长那在这个 面对这个 这么大的威胁 我们第一个要团结嘛 增加我们的任性 也要做好准备 那也需要武器啦 要防备嘛 那在武器的来源 就主要是美国 那美国的总统参选人 川普讲说希望我们 要提到GDP的10%这件事情 因为我也跟大家算了一下 要两兆多啦 基本上政府没办法运作啦 这个是 复工医生不会报嘛 一定不让你预算通过啊 反正会挡住 对不对 等一下会挡住 等一下还在开玩笑 那怎么办 如果他当选怎么办 好不好 我即将来问我们八部趋势 但是 如果川普当选 还是说他其实就讲讲而已 他只能当选 因为我也是算啊 没有那么高的国家啊 沙特阿拉伯6% 6.6% 然后以色列才5.2% 他要我们台湾10%啊 对啊 那个 公共而已啊 公共而已 你 动算 你啦 你这样台湾人就说 好啦 那个 我负比这份军费嘛 我跟中共签合一好了 台湾给他好了 他妈吓得跳桥 我跟你讲 所以台湾也不要对美国啊 太害怕 你看泽伦斯基多么需要美国的帮忙 跑去骂川普啊 因为川普他们自己说 好啦 和谈啊把那个 该给苏联的给他算了 泽伦斯基马上骂啊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他需要美国援助 他也不 他敢骂就骂啊 他以前也需要德国援助 他就骂 骂 所以不要 台湾的地位太重要 美国人不可能把台湾送给老共 这第一点我们了解 对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那个 每天怕东怕西啊 每天想说美国会怎么 日本怎么 你不要怕 都会帮你 问题是你自己要帮帮自己 这是最麻烦的事情 嗯 你自己不帮自己 别人没办法帮你 就这样 你自己要帮你 帮我们自己 别人都来帮你 这选择很容易嘛 那怎么会 大家都搞不定 这我不懂 那你刚刚讲的事情 那一段后来想到一个picture 所以国家虽然可能比美国小 国家虽小 志气要高 原则要很坚定啊 所以对我们国家利益 不对说我也敢跟你抗议啊 对啊 我们台湾跟美国关系 其实也是可以是这样的 可以抗议啊 对 你怎么搞的 你这个 不是我们台湾 我们守住这个第一岛链 你日子过得这么清楚 帮着全世界 帮着美国守着 对啊 守住台湾海峡做世界公海 你还怎么样 好 这个 所以这个 对啦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川普的这个事情 不过说实在的 他 他是这样讲啊 对 等他当选我们再来谈啊 好不好 而且你不知道会不会当选 对啊 好 老是讲我会讨论他 你又讲出来 要上新闻的我跟你讲 没关系啊 好 OK 来我们让那个薛宝 帮网友问一下董事长的问题 好不好 OK 我们很讨论川普 好 我帮网友问一下曹董 如何看台湾不对称作战的准备程度 台湾应该如何避战 如果两岸真的开战 人民可以往哪里撤呢 准备 不能准备程度 我知道也不能讲啊 对不对 对 这机密啊 对 说台湾应该如何避战 你这样子 你分台湾人和台湾 有些台湾人想避战 你就 你就跑嘛 对不对 对 你就跑嘛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 说怎么样避战啊 第一个就是说 最好希望他不要打过来啊 对不对 对 不要打过来就讲 你要大家团结坚定 跟盟国在一起 跟十一国联系在一起 他不敢随便打你嘛 那你自己去那个 自己内乱 甚至像苏喜说 打台湾一天就搞定 三天就完全平定 那那不是 不是 就激励解放军来攻你嘛 那这种东西就是 这种东西很可怕 就是他的挑战 你现在讲说这个 越附和他 你其实就在越刺激他 来打台湾 越坚定团结说 你来 火力士 这不敢打 他真的会死 你还 你也会讲台语啊 拜托了 我台湾妈 火力士你也会讲 我知道啦 我一直跟你开玩笑 小时候不是在清水长大吗 对啊 对啊我台中啊 我们都台中的 蛮有的气啊 这样子一个 避战的方法 那 那这个 其实说起来啦 讲避战 你就是 其实就等于投降嘛 就现在两岸的情况好像这样子 人家提了一桶汽油 拿个LIDAR 要烧你的房子 你说我怎么要避火 你没办法避啊 你谁把那个枪避啊 不然他就来烧你啊 那烧你怎么避火 你只能灭火防火 你说我逃避 逃避你就跑到隔壁家 看自己房子被烧掉 所以这个讲避战 避战那你 其实不应该讲这个 我们可以 想办法让他不敢来犯 然后另外 甚至他来犯 我可以把他击败 那 这样子 那这是真正的选择 你说要逃跑逃跑 你说B站 你要投降 投降当然是用B站的方式 可是你投降之前 你要 你要说 有一部分人投降 有没有不投降 有一部分人不投降 也不行嘛 所以你要把那不投降 你先自己把它杀掉 对不对 你才能方便投降 所以你现在在打内战嘛 你要投降之前 你要想打内战 你要B站 你先打内战 这也是很荒唐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说 今天对方一直用战争来威胁你 就不过流氓地痞 这个伪造文书 侵占你的财产 还威胁说 你要讲话抱怨我打你 就一样的道理 流氓嘛 流氓 流氓你怎么 逃避逃大去 对 所以 所以 台湾其实 要培养这个勇敢的精神 我常常讲嘛 美国国歌最后 两句叫做 自由之地 勇者之向 The land of the free The home of the brave 所以 这意思说 你要自由 你要勇敢 你如果是闹肿 这个 这个 一点的勇气都没有 你要不要努力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曹董你觉得 其实用臂战 还不如用备战这样子 对 其实是比较精准的 备战 备战 备战备战 来位 厉害